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號訊號晚上會維持 空中交通受影響 宗盛管理局表示 截至晚上9點 香港國際機場預計全日有41班航班取消 322班航班延誤 國泰港龍今晚5班航班取消 分別在香港來往上海、北京 以及香港前往台北 4班航班延遲 分別在香港來往晚尼拉 香港前往約翰內斯堡 以及香港前往倫敦 至少18班明天出發的航班也會取消或延遲 長榮航空今晚和明早早 來往台北和香港的航班將會取消 機管局建議旅客出發前 透過機管局或航空公司的網頁查詢最新安排 夜晚部分地區風力明顯加強 在灣仔軍器廠街附近有巨型戶外繁布廣告牌 被強風吹脫其中一邊 警員在街上戒備以防路人有危險 當局收到最少5宗嵌樹報告 在沙田夏徑口村 有輕型貨車被大樹壓位 消防員到場移開樹枝 在何文田佛光街附近 有嵌樹跌起部分行車線 消防員要用工具協助移走樹幹 以免影響交通 夜見離地城海旁 大樹就被風吹到左搖右擺 有市民專程去到追風 感受強風的威力 重大被測風遺棄 量度度風速近每個小時50公里 有市民帶上小朋友 他們說機會難得 會小心避免發生意外 見識一下我們住在附近 覺得百號風球很開心 很開朗 值得去探討一下 探討什麼呢?不擔心小朋友安全嗎? 不覺得我們每次百號風球都會出來 覺得很開心 因為也不是一年也有很多天去體驗一下 我們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距離 不會走到海邊太近 可以體驗一下風 因為一年也不是很多天 希望可以趁機看看其他感受不同的東西 陀國環有鋁槍被強風吹倒跌落街 鋁槍槍框變形 留在行人路上 玻璃碎裂碎片散落一地 停泊在路邊的私家車 車身被鋁槍擊中 有損毀的痕跡 現場在土瓜環燕安街5號 今晚大約6點 一度鋁槍在強風底下 由大廈高處跌落 沒有人受傷